我是叶宇峻 今天要向你介绍如何使用五声音阶 来突破纸板上的每个子行 要介绍的是第三种的排列方式 这个一系列教学是延伸之前所做过的 子行一和子行二连接的延伸教学 还没有学习之前这几集的朋友 建议可以一并学习其他的排列 再回来这边学习效果会更好更全面哦 今天要弹奏的会是以A minor五声音阶为基础 的手型连接 这个手法弹奏起来会是这样 六弦八格的C以左手十指按压 再以无名指压同弦十格D 接着换到第五弦七格E 再以小指压五弦十格G 接着重点来了 这边我会继续用小指 但移到五弦的十二格A这个音上 到这边为止就已经完成第一个阶段的手型了 再来的过程和刚刚一样 只是起点改由四弦十格C开始 接着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手势和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最后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三弦和二弦是大三度音程的差距 并非像其余的两两弦 都是完全四度的差距 所以必须调整将十指移到二弦十三格C上 这样音符的排列就又会再度回到前面的排列逻辑啦 全部一起看的话我整理了一下 会像是这样子 可以发现整体的手型是很工整的 这个排列对于在弹奏一些连接型的乐句 或是串联不同的移动指形时非常的实用 对于乐句的连接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建议要手脸由低到高音 或是由高到低音的顺序 要弹到眼睛闭上都可以看到手型在指板上移动 那就算成功了 最后我提供将以上手型串联起来并连续弹奏的练习给大家 右手都是使用连续的picking来弹奏 而由高音到低音的行径路线也是一样的 就只是手型反过来而已 对于低音的行徒 以上是今天用五声音阶突破纸板的教学 希望会对你有点帮助 叶峻弹吉他 我们下次见